你問這個問題? 玩具TV第十一季第一集第六節 按一下聲 好 大蛇梯 呂伯伯式 德哥看來都是齒道高手 老實說打拳王我遠遠遠不及街霸 不過我側跟那個就是經常地打 經常地打不代表厲害 經常地打 大家先移動 要打King of Fighter 找他 街霸我很歡迎 隨時找我挑戰 當我還滿以為自己都能打兩次的時候 跟這個Storm的Effy打過之後 我就發覺被人炒衣服 還要全力以負那隻 真是自尊心都沒有了 講講這個 對 拳王系列 他之前推出街霸 這次終於推出拳王 對 BIGBOY TOYS 如果大家有玩開街霸這個系列 都不會覺得陌生 都會由一個Q版的人物 配搭一個可發聲的地台 再加上膠片的背景版 大家都已熟云場 如果有草開這個系列 就可以繼續購買 沒錯 我覺得這次的造型 挺帥 挺適合我的口味 不過我對草帝經驗好感不感 為什麼 我正在等他出發 我當然 補充一句 今次的雕屍 不是太雖然 是轉為日本雕屍 對 那 出來吧 在後面 對 這個位置 馬上掉空 對 對 你說的 看到了 Scribta Daisuki Mann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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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也是那句 本身也會有發光的特效 連同他用大蛇梯 即是鋁白白色的配音 變成了整件事就出來了 我是喜歡 之前他有問過很多不同的招數 但他選了這個 其實可能就是要 經典一點 一來是經典 二來可以有一個 視覺效果 有一個順序 和八神 八神好像是八杯酒 一起用一個鬥 好過癮 八酒杯 老闆 又說打傾輝 你又說打傾輝 打傾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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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理論上 這個大蛇梯會贏 實戰一定是大蛇梯 實戰一定是大蛇梯 看著他 你不會兩邊 兩邊的角落 就可以用大蛇梯 對 其實如果出模式也不錯 模式爆柱 他變得要殘影 對 殘影就做不到 這個在派貨沒有 這個應該可以賣 派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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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是今天走的彎仔 有個老闆交給我 濕了給你的 所以就不知道 應該派貨了 六百多元 那價錢 也不知道 其實一半的 Bit Boy Toys 這一類型的景品 我沒記錯都是約六百元左右 六百元左右 對 反而草替驚的產品 其實真的少 少的 對 幸好現在 現在就多一些 SNK的產品出來 對 其實有 Bit Boy Toys 這些是挺好的 至少他會拿很多 這一類型 比較少眾 不是小眾 比較少人 出的產品出來 但在街機來說 都真的受歡迎程度極高 當然 在街機來說 他就不少眾了 每個都打了 每個男生 有誰還沒打 好像香港是傾輝流行 對 香港傾輝流行 流行過 因為我記得 我中學的時候 我是去一個叫庫多萊的商場 裡面有一些 New Geo 的底板 那個叫什麼 New Geo 那部主機 然後就可以插拳王二千 在這裡打 自己租機打 因為我和朋友 兩個人在這裡狂打 不用拍著我 大閣嘴 大閣嘴 是大閣嘴 是大閣嘴 是大閣嘴的導響 我需要你的聲音 是大閣嘴的 大閣嘴的街機神童 在這裡 這裡 這裡是大閣嘴的 對 我也不是大閣嘴的 做完草帝經 之後沒有記錯 都會回到街霸 有這個拳王 M Bison 我是叫M Bison 我喜歡 是大閣嘴的 另外就是 司令 好像出賣七七八八 泰王 泰王 在刁緊 是 沙夷在刁緊 有那個猴鬼出味嗎 有一個很厲害的真猴鬼 還是什麼 跟上朝猴鬼的分別 不同 不是 不是天 不是另一個 還是那個是勢龍 是 沙夷龍 好像出了 好像出了 沙夷龍 好像出了 我記得有一個很厲害 應該是見過有的 灰霧 好 差不多了 那我們又再過下一隻 還有一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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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歌 千呼萬喚 玩具街 玩具街的名言就是 懂水歌好過識字 那懂得歌 食招 OK